你知道保险箱密码锁的工作原理吗? 海外乐高工作室JK Breakworks只使用了一些简单的积木零件 就对这个经典设计进行了准确的还原 那这款作品近期也是再次被国产双音咔哒 以正版授权的方式收入囊中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地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打开方式 和真实的保险箱一样分为三个大步骤 首先我们需要先将转盘逆时针旋转三圈 完成后继续逆时针旋转 直到指针指向转盘上的第一位密码 接下来我们再把转盘顺时针旋转 直到指针指向转盘上的第二位密码 最后再次反向也就是逆时针旋转 直到指针指向转盘上的第三位密码 此时当我们旋转开门旋钮 保险箱的柜门也就可以打开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可以看到整个保险箱的密码锁 由转盘锁舌和解锁机构组成 解锁机构一共包括三个轮盘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轮盘并不是圆形 而是各有一根凹槽 如果输入的密码不正确 那么这三个凹槽就无法对齐 于是锁舌的末端被任意一个轮盘抵持 因此也就无法打开了 在这三个轮盘中 三号轮是驱动轮 在开锁的过程中 我们转动转盘 同步的也就带动了驱动轮的旋转 而包括驱动轮在内的三个轮盘 上面都有销钉结构 所以在我们最开始逆时针转几圈的过程中 驱动轮也就会依次带动 二号轮和一号轮旋转 这也就是为什么开锁前 我们需要逆时针转三圈的原因 也就是为了最终实现对一号轮的控制 一号轮的角度对应的是第一位密码 密码正确也就是角度正确 于是一号轮的凹槽正对锁舌末端 至此第一步完成 接下来我们反向旋转一圈 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对二号轮的控制 二号轮的角度对应的是第二位密码 同理旋转至正确密码 则二号轮的凹槽正对锁舌末端 至此第二步完成 最后我们再次反向输入第三位密码 对应的也就是将三号轮转动到正确角度 至此三个轮盘的凹槽全部正对锁舌末端 此时旋转开锁旋钮 那也就可以完成开门的操作了 整个装置的核心原理和真实的保险箱是完全一致的 在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以后 这里我们进一步的再来看一些设计细节 同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了解到密码的修改方法 在锁舌联动设计方面 设计师首先设计了一个滑道结构 同时通过带滑槽轨道版零件实现了在两个维度上的对锁舌的控制 而锁舌的水平位移则是通过20次齿轮驱动使条零件实现 锁舌的末端 设计师使用了一块比较宽的平面砖 作为与轮盘之间的底持结构 而三块轮盘则主要使用砖块类零件进行搭建 轮盘上的销钉结构 设计师是使用了43093这个零件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这三个轮盘上还有一些空出来的销孔 当43093插在不同的销孔内 对应的密码也不同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通过调整它的位置 来实现修改第一位和第二位密码的效果 而第三位密码则是通过调整三号轮盘的初始安装角度来修改的 在调整销钉安装位置的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是 相邻的两个轮盘 它们的销钉到旋转轴心的距离应当是一致的才可以 按照咔搭的拼搭手册 三号轮和二号轮之间的两个销钉 距离轴心的距离其实是有微弱的差别的 在联动的过程中如果阻力较大 那么这两个销钉在底持运动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滑脱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改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险柜有多少种密码组合 以及密码的计算方法 首先三号轮盘的四种不同的初始安装角度 决定了第三位密码 分别是7.5 10.0 2.5 5.0 二号和三号轮盘之间的两枚销钉位置 决定了第二位密码 根据14种可行的组合方式 第二位密码一共有 1.0 3.1 5.1 6.0 7.1 9.0 10.1 这七种可能 如果再考虑到第三位密码的四种可能性 那么第二位密码则一共有28种可能性 第一位密码则最为复杂 三个轮盘上一共四枚销钉 每个销钉都有六个可能的位置 每个销钉位置的更改都将影响第一位密码 虽然销钉位置的设定有一定的限制 但组合出来的可能性也有上百种之多 所以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有兴趣的玩家也可以自己深入地研究一下 另外我们甚至还可以通过在43093上 安装一单位轴套 也就是通过修改销钉之间的底持夹角等方法 来进一步修改密码之间的组合关系 所以虽然设计师只使用了少量的积木零件 但也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搭建 却还原出了极其精妙的经典机械原理 才给了我们深深的震撼 在这方面的体验和之前我们评测过的 只用了34枚齿轮就还原了 递月日的运转规律的三球仪也是类似的 那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 在最后把抽屉装回保险箱之前 一定要在外面多测试一下密码和开锁方法 熟练掌握以后再把抽屉装进去 并且要牢记密码 否则一旦装进去以后 结果忘记了密码 或者还没有搞清楚开锁方法 那么拆起来会比较麻烦 再回到成品 食物呢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小一些 反而给人一种比较精致的感觉 长宽都是12.8厘米 高11.5厘米 储物区则是8x5.5x7的尺寸 那大家觉得可以用来藏一些什么呢 另外如果我们把顶部这里的平面砖拆掉 再补上一些其他的平面砖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改造成一个存钱罐 关于这一点 咔搭官方是没有进行说明的 不过这里我们也强烈建议官方 把这个功能给加上来 也就是给大家一些替换零件 那其他有几个小细节讲一下 首先保险柜在锁上的情况下 转动开锁旋钮 锁蛇也是可以向右移动的 不过柜门是打不开的 另外在整体牢固度方面 可以看到设计是在内部通过一些厚孔壁配合带孔砖 搭建出了一个比较稳固的框架 那想要暴力拆解的话难度还是不小的 另外在零件方面 除了这些金色的采用滚度工艺的零件以外 转盘部分则是使用了印刷件 最后看一下包装 比较紧凑的一个天地盖彩盒 左上角显示了这是一款Master系列的套装 左下角标注了套装编号以及8家的年龄定位 右下角则是设计师的签名 背面的设计也比较简单 通过简单的图示展示了它的核心结构 彩盒上并没有对零件数进行标注 打开彩盒 442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8个零件分包 没有分大步骤 拼打手册装在一个透明的袋子里 一共是121部 平均每部3.65个零件 属于非常细致的分布设计 手册的开篇用了4页的篇幅 对保险箱的开锁方法 以及保险箱的原理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最后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小章 好啦 本期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